佛光照大地 法西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鬼鬼三十多年 佛光山的花莲月光寺 终于正式完成了上梁 典礼当天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会传法师亲自来煮法 现场可以说是贵宾云集 超过五百人 齐聚在一起来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在热闹鞭炮声中 还有超过五百人一同见证下 大型吊车把灰色钢梁 缓缓掉到屋顶上 睽为三十多年走过寿风金社 还有花莲禅境中心那段岁月 在蜕变成如今的佛光山花莲月光寺 终于正式完成上梁 典礼当天怪兵云集 从明博78年 33年的时间 我们佛光山终于在花莲 有一个正式的大道场 佛寺正式的诞生 从冻土到今天上梁 以及未来要来推展 我们的佛法 一文跟我们心灵的加油站 还有我们弘扬善事的发电机 就在吉安 福光山常务副主持 会传法师 请进来到花莲 主法庄严典礼 谈起上梁意义 上梁为什么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代表 一个工程已经快要结束了 代表这一个梁柱上去了以后 这边才会叫做常住久安 我们整个信仰传承的法脉 已经在花莲这个区块 要代代相传 人间佛教的理念 已经广为散播 正式商量之前 贵民们纷纷为钢梁 锁上螺丝 写上吉祥话 未来这座承载着众人祝福的道场 不只是送金拜佛的地方 更是落实行云大师寺院学校画 推展文化教育的场域 以及透过艺术弘扬佛法的一文殿堂 不只是佛光山的月光寺 更是花莲的月光寺 守护着这个好山好水好地方 另外是台北花莲 总和报道